篤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可以吗 后面这张电脑 这是一个地图 至于这个地图叫什么名字 是神有考究的 我就用了欧亚非 虽然欧洲在这地图上只占一个小角 亚洲最大 非洲占了一部分 这是人类 既然讲文明当然我们讲人类了 所以人类是所以异于形受者 几希 这个就是几希 谢谢 人怎么来的我就不说了 大致的方法是人从年后变来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黑猩猩 跟这个小孩跟黑猩猩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人的眼睛眠目会传情 从很小的眼睛里看出来它的感觉 所以人和人的好牌呢 是多过其他动物中的能力 这是大致说来的人类的起源 我们没有一个积光笔 你们就跟着看吧 那么就是这个 从东飞 大概七八五十万年前吧 树上下来的一些动物 慢慢慢慢地 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化 变成说直立的 直立了以后 这两个手碰出来了 人计量站直了 其实脑子就能活动比较多一点 一个动物要是这样刺个角的话 它就必须要非常强 才能带很大的脑 所以呢 人的脑子就比较容易发达 因为人家忙了 慢慢地走出非洲来 通过今天的埃及中东那一带 在中东那一带 然后就散播到其他地方去 比方过四万年前 就到了今年的澳大利亚 那么一万多年前 在波利海峡 还没有完全解冻的时候 就走过了这个 到了免州 而我今天讲的是四重之路 就是四道历史 也就是说我的重点 是在亚洲跟欧洲这一条 也就是说 东亚到中欧火力 这一段 我们把它叫做四重之路 叫做四路 文明的起源怎么说呢 人已经看到了 320万年前 今天在埃斯尔比亚的一个 一个化石都看得出来 最近直立走得过 直立走路不是说能够站起一会儿 头子也能站起一会儿 所以它的基本上前支 比后支要短很多 比如说它基本上很难 弯着腰去走路 像我们人家想弯着腰爬 很难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文明的起源不是人类的起源 或者知道动物 或者是知道怎么样采食 或者怎么样捞捕鱼虾 在这个基础上 当人类能够喂饱自己 一群一群的成为一个组织以后呢 会有人开始想到说 何不去饲养动物 让他们来吃它 而不是到处去抓 跟着飞 何不把一些植物 种了之后 让它发芽长大了之后来收获 这个在一贯年前发生的 这个就是叫做农业革命 农业革命几乎是同时开始饲养动物 同时又种植植物 那么这个之后呢 因为生产多了 于是就能喂的人多一点 喂的人多一点 你就不用人人都要24小时 花时间去找食物 于是就开始有人能够做别的事情 比如说做一点工艺品 比如说做宗教的活动 比如说做管理 后来也有争夺的时候 就有战争 因为战争就有专业的士兵 这些呢 就是文明的起源 文明的起源 就从人类开始有城市的生活 那么文明这两个字 在汉语里面 或者在中文里面 是新的名字 我们说如人族名的起源好像很久了 其实在文明是 civilization 这个字的翻译 civilization 这个字在欧洲存在也不长 它是存 civilization 是城市的意思 也就是欧洲人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 到16、17、18世纪 他们开始研究历史的时候 他们用了城市的生活 作为文明的象征 那么城市生活里面 不一定包括 但是常常包括文字的出现 那么这个就是文明这个字 那我刚刚一上来的那个题目 思路 思路这件事情 在我们今天的中国来说 没有人不知道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一带一路也是 差点满天想 但是 思仇之路 这个名词 真正出现在任何一个语言的 任何一本书里面 是大概1877年左右 一个德国的地理学家 在德国强盛之后 德国政府曾经派出来几个地理学家 来考察一下欧亚大陆的内部 考察完了之后 说 已经开始有铁路了 可是不是能修一条铁路 穿过欧亚大陆的内部 所以就叫内亚 中亚 那么这一位先生 他的结论 是说 有这么一条路线 这条路线 恰恰就是 两千多年前 中国的丝绸 被运到欧洲罗马帝国的时候 那么这个 他就取了名叫做 叫做 Silk Route 或者Silk Road 就是丝绸之路 今天我讲的评伍 包括两个词 都是新的摩登名词 丝绸 丝绸之路 和文明 都是新的名词 可是现在我们在座的人听来 觉得这根本就是老古种的事 文明是一个好的事 但是你翻古籍的话 文明这两个词 没有出现 这是现代的词 文明出现 首先是由于农业革命 在现在从草古学以及其他的生物学的例证来说 大概全世界有几个自发的早期的农业区 其中一个是在中美玛雅文化 一个是在南美安定文化 然后四个都在亚洲附近 一个是最早的 是在中间的河流域 右边是迪格里斯河 左边是约霍拉底河 河流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 那么那个是最早出现我们所谓的城市文化 最早出现的文字 第二比较晚一点也不是晚很多 就是埃及尼洛河的中下游 埃及尼洛河的中下游是古埃及的源头 那么他们是第二个 第三个比埃及尼洛河晚不了多少的 一直到最近都还不知道 到二十世纪初才由草古学家发现的 就是印度河河谷的人民 就是这一块印度的西北角 印度河河谷的人民 发现了他们有 那个时候有些东西 比如说他有一个街道 很整齐的乌鱼 还有地下水 还有他们的陶瓷器都能够画得很 细续如生的鸟啊 最多有的 再一个就是 长江和黄河流域之间 这就是华夏文明的起源 长江和黄河流域之间 也相对说来比其他三个要晚一点 他的长江和黄河流域大概就是三千五百年前 最早如果追溯到我们认为的夏朝的话 也就是四千年 夏朝之前是传说时代 我们都没有确认 连夏朝都不一定百分之百分 所以确实不受该识 有夏朝应该是有的 上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所以你们点几点几的这个历 单位历史战家等将我们去看这个事情 那么 这个大陆上面的文明的发展呢 说明一件事 对这个图 对这点细说 就是说 文明和文明之间 它是可有距离的 但是不是说 谁跟谁都不往来的 每一个部落都跟出境的部落有 贸易有的所有有空土 有的时候有的部落还迁徙到别的地方去 又跟别人混杂 这是一个历史的常态 从我们知道的人类历史 甚至是从人类一出生 就是这样 一有人类就这样 但是从我们今天做历史讨论的时候 就是它彼此是有往来的 也彼此会有互相的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的结果呢 就是大概在公年前 四千年或者六千年前 就开始有大规模的长期的结束了 比如说今天土耳其一带的地方 就能够卖出一种黑药石 能够卖到今天的巴格达这一带 那么还有卖其他的 小麦就传到像中国来 小麦最早绝对是在两核的预出现的 小麦大麦都是在两核的预出现的 可是我们中国本来种宿米的地方 有的小麦 还有一个大家一想就明白的 马匹 马匹是在今天的乌克兰一带 在黑海的北岸的草原上 被人类巡抚的 最早人类巡抚马匹的目的 是为了吃它的肉 人类最早巡抚什么动物 都是为了吃它的肉 从来没想到骑过它 更没想过其它打仗 更没想过奥林匹克会 还有马术比赛 这都是后来的对 可是不久 就有马车出现 不久很多地方都有了马 也就是说因为游牧民族 在北方有一个草原 在我们蒙古高原的北边 这么一大块草原 一旦人能够掌握对马的控制 就能够航行得很远 就能够走得很远 走得很远之后 文明就传播到更快的 有了马就传播更快的 马的还是比牛要更多一点 就会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主要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